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女之间 暧昧会有哪些表现 暧昧关系除了会出现在单身男女富有好感 互相试探的阶段之外 更会出现在非夫妻情人关系阵状 而这种关系往往也是隐晦的 暧昧的人并不都是打打闹闹 亲亲我我 一些看上去并亲密的细节 也暴露了他们的暧昧关系 第一点是生活中 男人和女人经常性地待在一起 但是一旦身边出现熟人 两人又会表现得非常的平淡 看上去丝毫没有交集 这种情况则说明两人是情人关系 但却不是普通的情侣关系 而是婚外情关系 因为如果是朋友或正常的情侣关系到 无需对熟人有所避讳 只有婚外情人 由于在外还需要包裹着一层纸 才会有这种言而盗零的做法 第二点是两人非夫妻关系 却经常赌气 双方赌气 并且互相不理睬对方 这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比较的深入了 有了较长的情感关系 男女一般在情感刚开始的时候 很少或者不会经常性赌气 双方都非常在乎对方的感受 也想将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但是呢 当感情发展到了一定地位时 一方对另一方 有了较多的一个付出之后 也会有较多的锁起和要求 也就有了更多的赌气之本了 第三点是 背后讨论男人性方面的问题 当一个女人在背后说一个男人的坏话 并且内容上涉及到性方面话题的话 那么可以说明的是 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曾经有过过节 或者是男人在女人身上做过什么 或是两人曾经有一段曖昧的关系 只是现在已经成为过期了 第四点是公共场合里 女人并且可以随便地以教训的口吻来顺制男人 男人也表现出惊人的一个大度 并不计较 或者只是不耐烦地说上几记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 第二点是两人之间有着某种关系 因为某种目的而发生了性关系 尤其是男人 还是女人的顶头上司的话 绝对的是男人在床上将这层关系搞乱了 第五点是 以前以后隔着距离走 如果男人和女人之间 经常以前以后的方式出现 他们的关系也是特殊的 这种情况一般是为了提防熟人 被偷拍的明星 一般都是被拍的前后搅走人的一个 这也是为了防备媒体的一个做法 而生活中 两个人并非公众人物的话 以前以后的一个方式出现 绝对是有问题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点击订阅加点赞分享